Hello,我是Alan Hello,我是Tracy 今天我想介紹給大家 我們來到台灣之後 很喜歡喝的五間首饒店的飲品 以前來台灣之前 我們喝的都是五十嵐 老虎糖 天人名茶 這五間真的我們來了之後 我們才開始認識他們 確實那些首饒店也很出名 但有一些真的是在台灣才有 而且你生活久了 你才知道原來也是這麼好喝的首饒店 我們今天想要介紹給大家 對,那我們就事不宜遲了 現在就一起跟大家試喝這五杯 我們最喜歡喝的首饒飲品 GoGoGo 好,第一個就是我們最近開始喜歡的五筒蠔 五筒蠔我認知最出名的就是這個 恨人凍的五筒茶 但是其實我自己以前是挺抗拒恨人味的任何東西的 但是這個恨人凍我自然又覺得 它沒有我很抗拒的時候恨人味 好啊,這有料 對,因為每杯我們都想讓大家看看裡面的顏色和料 所以就拆開一個杯子 GoGo,等你來吧 倒東西,這家東西我真的不行 那杏仁在哪裡 在捏什麼 你看,你看,好像豆花 好,那現在就試試它了 Cheese 我覺得它的茶底的厲害之處就是 那個恨人其實很重味 它都搶不走它的茶味 像豆腐花一樣 我覺得對,我覺得它的茶味很濃 很獨特 然後喝起來也是很簡歷的 然後那個杏仁凍 就很個人 因為有一些人真的不喜歡杏仁那個味道 我個人也OK是喜歡的 我覺得它這個杏仁凍很滑 對,好像puddings那樣 對,所以這一杯 我覺得它有點甜點也解殼 我覺得我很喜歡 而且我點這一杯杏仁凍五桐茶 它沒有問我甜度冰塊 因為是固定的 因為它那個杏仁凍 它的甜度跟那個茶搭配起來是剛好的 就是我其實很佩服 有時候台灣去這些首饒店 是不得過固定的 那種要求 好,下一個 就是這個 萬波的這個 金酸珍波粉 哇,什麼珍波粉 而且它很有趣 那個標籤很搞笑 說你今年的運勢是怎樣 我真的想問它會不會寫大空 好,來,什麼是珍波粉 這樣就是珍波粉 哦,其實是珍珠加的粉圓 它的珍珠有大有小 但是我更喜歡它的一個感覺就是它有點回甘 跟之前不一樣 然後它的珍珠是小小粒 我只是不算很大 其實我是挺不喜歡大珍珠的 我覺得這個小珍珠比較好吃 反而我覺得它有大有小 它的口感會沒那麼一致 嗯,但是粉圓我覺得挺好吃 比起珍珠更喜歡它的粉圓 好,下一個杯 好,下一個杯 就是我們最近最愛的德正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喝德正烏龍茶 它的茶底是我超級喜歡的 而且還有三個不同深度烘焙的烏龍 所以我覺得如果喜歡喝烏龍茶 就得正的對 好,那我們現在就試一下這杯德正烏龍茶 誒,那我們喝了這麼多杯,這麼單調 現在可不可以點一些東西來搭配這些茶 哦呀,他們說什麼? 當然是我們之前很愛吃的一個燒烤店 招堂峰 招堂峰點餐完全採用蜘蛛師的挑選 愛吃什麼就拿什麼完全沒有壓力 也很貼心的提供LINE的線上點餐方式 讓客人可以享受先點餐後製取的方式 招堂峰以特殊招牌和方烤肉粉 阻擋先點餐,先烤100%不油炸 烤出來的串燒飄著焦糖味 CP值超高的 那我們就不怕只喝東西吃了 好,那我們現在就試一下這個 德正的甘蔗春烏龍 你看它的茶是綠色 是甘蔗嗎? 對 那你得正分了三種烏龍 就是春烏龍,輕烏龍,陪烏龍 就是深度不同 我們通常都喝春烏龍 對 我平常都會點一些料去搭配 所以這間我最近也是最愛之一 好,我們現在就試一下 下一杯 這間就是很多台灣人都喜歡 還有我們來到之後 有一段時間一直都只是喝去 甚至可能開車回家 他們說很想喝這間龜忌 可不可以就載我過去 然後我當時覺得 唉,好,陪你去吧 因為我都喜歡喝 我們現在就試這個 是龜忌的亞元羊桃綠茶 其實龜忌這一家有很多很好喝的飲料 但是我最最最最最最最喜歡的 是亞元羊桃綠 其實這個也是蠻個人 我覺得它有點 鹹鹹的甜甜的味道 然後羊桃這個水果 其實平常都會吃得到 但是我真的沒想過 它加茶味之後 有點好像梅子的那種感覺 鹹鹹甜甜的那個感覺 所以我蠻喜歡龜忌這個 愛元羊桃綠茶 我其實很喜歡那羊桃對不對 嗯,是不是 嗯,是不是 而且我覺得 好像不是經常 每一間都有羊桃味 對 而且它的羊桃味 它混合綠茶 是偏像我們平常喝的 青梅綠茶 是 但是它跟青梅 就沒有那麼酸 嗯 它是比較甘 所以我覺得這間 我們這麼喜歡它 很有原因 而且它的鹹味 會出來多一點的 比起那些什麼梅子綠 不一樣 真的是不一樣 這個比較特別 再說就是這個羊桃配綠 它還有可以配紅茶 所以你點這個愛元羊桃 茶的時候是可以選 你要紅茶還是要綠茶 我們今天選了一個綠茶這樣 那我覺得龜忌呢 都是很適合 我喜歡果茶類的人去試一下 因為它除了羊桃味 它還有 蘋果 荔枝 橙汁 很多 對 所以喜歡果茶類的人 可以試一下龜的 那我們現在就 最後一杯 這次是唯一一杯的真奶 我就很少喝 我以前在香港是很多 喝 奶了之後 來了之後 因為你發現太多茶類 不搭配牛奶 都很精彩 而且很多不一樣的味道 好像剛才我們試了這麼多 都很不一樣 很有自己的獨特性 所以我們好像是慢慢的 不知不覺的 沒有喝 就是有關用奶 茶的這些手藥 但有一次呢 不知道為什麼很想喝奶 然後就剛好經過這個功夫的茶 嗯 喝了一次之後呢 就發覺 哇 真的很好喝 不得了 那還有呢 這一間呢 其實原來它有個故事 就是說 聽聞呢就是 它在 美國開完 開到紅 就回到台灣開了 這茶平常是用透明杯裝的 對 今天不知道為什麼 用了其他 但是呢 它的奶呢 厚得好像奶過 但是它不是奶蓋喔 對啊 所以我覺得它的奶呢 應該是真的很濃 好 那最後一杯 新奶 嗯 我真的很喜歡它的奶味 它的奶味特別一點 而且它的珍珠是特別好吃 以前我們買的時候 它是透明杯的嘛 你還記得 它在那個背裡面先裝一些 就是淋了一些黑糖在背邊 然後它再打它的奶泡之類的 對 所以是有不一樣 所以是黑糖加奶的那個味道 嗯 很好 真的很好 所以這杯真奶是有真功夫的 好 那我們現在嘗試完五間我們最愛的首饒店的飲品 不過我真的記得一次來台灣旅遊的香港朋友呢 可以嘗試一下這五間 因為我每次都見身呢 我的香港朋友都說有五十辣 五十辣是值得喝的 但我覺得你來到台灣都去嘗試一些特別一點的嘛 我覺得你來五天每天喝一杯 我以為一天喝三杯的 那今天影片就這麼多了 今天也感謝贊助這條影片的焦糖鳳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那如果你們有些什麼是你們的飲品的首要點 我今天沒有介紹過 你覺得可以介紹我們去嘗試一下呢 不妨就告訴我那個店名 還有要點點什麼 因為其實有一間店 在台灣的競爭都是很大的 大到我們每次去到 它的菜單有很多東西 其實經常都覺得不知格什麼 有時候其實有一間店有東西好喝 但我們是嘗不到它最好喝的 然後就沒有進去 我覺得很可惜 所以大家如果有些什麼 覺得可以叫我們去嘗試的 就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好 那今天影片就是這樣 喜歡這條影片的東西就 按讚 訂閱我們 還有分享 再來就是留言 留言分享一下 在台灣有沒有一些你們喜歡的手搖飲料 我們沒有介紹 你們覺得很好喝 也可以跟我們分享 還有不一定是鹹酥雞配手搖 原來可以是手搖配創銷唷 讚唷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我覺得我今天都挺像福音淺事 哥哥 你能吃飯嗎 你能吃飯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